大家好,我是沙律,我本身是一個HR 我現在在工聯會做了超過五年的義工 主要都是負責一些活動策劃的 我小時候讀書有一陣子,有些朋友做薯皮工 他要追討欠薪,不知為何他覺得我個人比較硬 他就想我陪他一起去跟進這件事 然後我接觸很多不同的團體去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也找到工會去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當時還是學生的時候,對工會的印象很深刻 然後到自己畢業後,出來工作後 就很自然地加入了工會 去年我們做了文尊總會 有一個大型的活動叫做美影奇才 其實這個意義就是幫一些之前年輕的時候 可能未必有機會拍攝婚紗的長者 去幫他拍婚紗照,做一個背景 而整個是用一個加連華的方式去做 其實做義工本身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工會 我們有很多時候是有力量去為工人去爭取一些權益 或者為社會去爭取一些福利 留在工會做義工其實很多時候接觸很多 譬如我有曾參與很多一些議題的調言 那些報告出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開記者招待會 而反映給政府聽,影響政府的政策 年輕人,如果你們都關心社會 對社會議題有興趣 就跟我一樣一齊加入工聯會做義工 那些內容 這幾天 我們有很多様子 或許是選擇的